好 接下来关注另外一个紧张的区域 就是朝鲜半岛24号传出北韩 这次释放的垃圾气球属于政治气球 它装满了批评总统以及第一夫人的传单 而这些政治性的气球 甚至坠落到南韩总统办公大楼附近 平壤当局的威胁越来越大 南韩跟美军的联合演习持续 21号实施两周的大规模联合空中演习 现在也进行了陆军渡河演习 另外南韩跟澳大利亚陆军过去一周 也在江源道举行了科学化学作战演习 提升两军的联合作战实力 纵月声响起南韩总统尹西越热烈 欢迎波兰总统杜达到访首尔 但没想到欢迎仪式会场 进天外飞来不明物体 镜头拉近一看 掉落地面的是一张黑色船单 现场安保人员见状立即拾起带走 事后发现原来是来自北韩的礼物 北韩24号凌晨在东上 南方实施垃圾气球攻击 但有别于过去只装生活垃圾 这次还装有反韩传单 除了应有韩国是难以生存的世界 每年有多达一万三千人亲身等标语 甚至应有尹西越夫妇肖像 抨击第一夫人公开支持的禁狗肉政策 声称南韩国民的生命比狗还不如 北韩威胁步步紧逼 除了今年垃圾气球攻击 已经多达三十次 和俄罗斯的密切军事合作 也对国际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韩方数度谴责北韩派三千名军员 至乌俄战区 南韩国防部直言 北韩派出的士兵 本质上是拥兵 只服从俄军指挥 从其量只不过是用来挡子弹 但北韩此举违联合国宪章 尹西越在和波兰总统举行会谈后 承诺绝不会做事不管 其中也不排除提供 乌克兰攻击性武器 国际安保危机情势下 南韩也积极强化 和盟军的联合作战能力 南韩和澳洲陆军十四号开始 至二十四号动员三千八百多名士兵 五百八十个武器装备 在江源道展开首次科学化作战演习 另一头美韩联合军演同时进行中 军机飞过空头军事物资 美韩空军二十一号开始 举行为期两周的大规模空中联合演习 不只强化两国空军联合防卫态势 还有代号护国等年度军事演习正展开 其中重要一环渡核训练 六月正式服役的韩国自产渡核装备水龙 首次投入演练 他在陆地上可以车辆形式移动 在水中则可以摊开运输装甲车 超过一千名韩美将士们齐心协力横跨南汉江 有了水龙的加持 渡核设备安装时间减少了百分之七十 投入人员最多可以节省八成 为了应对北韩军事挑衅 韩派兵增援俄罗斯 美国和南韩正忙着联合军演 但二十四号晚间却惊船 驻韩美军军事设施发生火警 熊熊大火伴随农烟直窜天际 消防车不断喷水 火事仍难以控制 由于仓库正在进行配管作业 内部堆放毅然物品 增加了灭火难度 或是直到19小时后 才完全被碰裂 索性并未造成源源伤亡 这一仓库主要保管通过釜山港 运入并补给美军部队的装备 管制十分严格 起火原因将由釜山消防部门 和美军攜手调查离青 TVB新闻 最后不到 5月1日的通知